挑担 赶海 晒网 朝来西往的人生活总是格外热烈 但是海天壮阔之下 花团紧簇 群角飞扬 又是别样的鲜亮和温暖 漫步渔村和古城 寻找古荣树下 不曾凋谢的魅力之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宇飞 我现在在福建泉州的寻谱村 那么卓老师您知道来到寻谱村 必须打卡的项目有什么 这里的头饰呢 他们有一个特别名字叫张花围 我形容是个小花园 另外的这里呢还有就是牡蛎 他们的牡蛎不单单是用来吃的 他们的壳呢还可以做建筑材料 那您看来是查了很多资料 有备而来了 刚刚说到了这个磕壳错 您看后面这些牡蛎壳 您知道是从哪来的吗 应该是我们应该吃在里面的肉 把外面的壳作为建筑材料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得由专业人士来解答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 寻谱民俗文化传播大使黄丽勇老师 来带我们深度体验一下 传统的寻谱文化 黄老师您好 书人好 嘉宾好 我是黄丽勇 刚才你们说到这个磕壳错 其实呢我们泉州 大家都知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那么这些来来往往的商船呢 将我们泉州的食品 磁器等等的特些产品 运到国外去贩卖 进行商业贸易 那么回港的时候因为条件有限 所以呢他们必须把当地的这些石头 磕壳还有铁器用于压仓 那么进入我们赤铜湖港之后呢 它就必须得随意的散落 所以我们的村民呢就就地取材 将它呢建造成了我们现在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磕壳错了 所以算是当时的一个变废为宝的方法 千年砖万年壳比砖还牢固呢 这一栋呢就是我们寻谱呢 保存至今呢比较古老的一栋磕壳了 你看这些磕壳错落有字 是不是很像一片一片的榆呢 最早的这个营造记忆法 可可错的营造记忆法 它就是必须呢 得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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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垒上去 所以呢它做工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精细的 经过风吹日晒 它其实会脱落的 那么脱落完之后呢 村民们呢还是可以让它继续使用 继续来搭建这个房子的 它的材质是早期呢 据说是用红塘海沙 剁草参合在一起 因为红塘有粘性 然后呢来进行累起来的这个建筑 那刚刚看到了这些壳 然后也看到了有一些奶奶 她正在撬那个牡猎 是的我们寻谱女非常的勤劳 每天呢要嘛就是贩卖海鲜 要嘛就是出海劳动 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他们的挖海粒 这个撬这个海粒子 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真的就是我们寻谱村呢 寻谱女呢去挖回来的海粒子了 那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各个房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那每一个海粒子呢 它都有一个小小的嘴巴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把小小的嘴巴呢 给它打开 好 动两下 这就是一个蚝壳 对然后呢这些肉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连接点 就它的像小眼睛一样的连接点 把它呢刮开 一条漂亮的海粒就起来了 好了 我们这些应该够做一盘海粒间了 看了一下这个量 还是很多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确实是您动作特别的熟练 特别快 那其实寻谱女不仅仅是 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劳作 她们头上的这个很漂亮的脏花围 也是有别样的美丽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说海风千万里 不如四季脏花香满头 那接下来就请黄老师 带我去扎上这个脏花围体验一下 好呀 走 我们这个寻谱脏花围呢 它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真丹霸 演变过来的 所以呢它已经有近千年 快近千年的历史了 我看我这个旁边摆了特别多种花 它们是有不同的寓意是吗 平常呢寻谱阿姨呢 她们呢都是带鲜花 在习俗和节日上 那平常呢也会用到绢花 因为绢花呢 现在呢游客多了体验的 而且绢花也比较轻 成本也比较低 而且可以不断地重复使用 按照不同时节呢 它有佩戴不一样的 不同种类品种的鲜花 比如说粗康花 茉莉花 康乃鲜 小菊花 小菊花代表是长寿 康乃鲜代表的是爱 母爱嘛 所以呢 我们寻谱里亚就喜欢呢 把花带在头上 所以呢 它代表的生命和希望 还有幸福 音乐 在三花围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开心 不仅仅是因为我头上顶着小花园 而且还是因为三花围它背后的寓意真的很美好 勇敢热爱奔赴 你做完以后我就感觉整个人提升了很高 另外也非常亮丽 其实服饰它是历史文化的呈现 透过服饰我们可以看到 寻补女的勤劳淳朴热爱生活的精神 不仅仅是在寻补 在慧安也有女性 同样的勤劳淳朴 让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她们别样的美丽 现在我们在慧安女民俗风情园的慧女民俗馆 在我旁边的就是慧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 曾梅霞老师 曾老师你好 你好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慧女都有哪些独特的习俗和习惯吗 可以啊 我们现在在的这里就是我们的慧女风情园的民俗馆了 我们这边像这边很多一些展示的慧安女的一些生活劳动的一些图片 我们说的慧女精神就是我们有用12个文字来概括 就是我们勤劳勇敢 勤俭实加 任劳任厌 在我们50年代的时候啊 我们当时啊有2万多个慧安女集体建造了一个慧女水库 像我身上这一套服装就是传统的慧女服装 我们有一句话很生动的形容了慧安女的这张服装的特色 就是这句话就是这样讲的 就是我们的封建头 民主度 节约三 浪费库 这个封建头就是像我戴着头巾嘛 把脸戴起来了 长期在海边 在户外劳动 干体力活 所以说他戴上这个头巾 他可以起到防风防礼防晒防风沙的一个作用 说到民主度呢 民主度你看 我伸个腰 我伸一下腰 我里面的肚皮就露出来了 其实这袋在我们当地是有寓意的 因为我们慧安女肉肚脐 它寓意是日日见财 看我衣服短短小小 它主要是为了劳动来设置的 就是我们在海边劳动经常要弯腰 弯腰去拔那些鱼网啊 去拉网啊 鱼拉船啊 所以它做的比较宽松 比较凉快 我们说这个裤子叫浪费裤 就是你看 很宽大 很宽松浪费布料 我们海石头走路就会比较方便 海水海浪打上来 把船身打湿了的时候 我这一个裤子 它海风一吹两吹 它就很容易干 起到一个快干的作用 整个服装它是围绕着 我们的生活劳动来演变的 刚刚听完曾老师您的介绍 感觉惠女的服饰 从头到脚都有美好的寓意 而且也是非常方便劳动的 是的 所以说我也觉得主持人这么漂亮 也是体验一下我们惠安女的服装 去海边孜孜以往 他们平时就是老公海上补鱼回来 然后卸鱼获 那我们平时都会把他们 劳动回来的那些鱼网 在这种礁石上选择比较干净的地方 然后拿出来塞塞鱼网 然后还会检查一下 有没有鱼网哪里破了 我们就给它修补一下 在这一缩一线间 惠安女的勤劳与坚韧 成为了这片海岸线上最靓丽的风光 刚刚我们体验了独特的惠女风情 其实在宠武镇 惠女精神早已融入了 宠武古城的一砖一瓦之中 作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 钉字形石器古城 它的建造也投入了 无数惠安女的汗水 宠武顾名思义 是一座为抵御外敌而建的所成 建于公元1387年 登上城墙 静立灯塔前 就能想象福建壮烈的海房史 这种壮烈让这片海域 变得深沉而浩大 作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线之一 宠武海岸 每在清朗成名 也每在暗藏地惊心动魄 海风万里 香花满头 这是独属于泉州的光景 上千年的时光里 那些关于守护的坚毅壮举 那些对于温暖的世俗追求 塑造出阳刚和柔美并重的泉州性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